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戏剧圣经365 我是在巡礼会风灵教会侍奉的薛永生牧师 今天我们戏剧圣经阅读的进度 又更前进到了耶利米书的15到17章 在这三章里面每章都有相同的情节安排 就是耶利米话语的篇幅 比前几章有了显著的增加 这可以看作是耶利米的先知侍奉 已经通过了磨合起 逐渐进入与神相契合的家境里面 透过这三章大量与神对话 他的心胸与眼界都被神大大的打开 也铺陈了他从此以后的侍奉 无论是储卑鉴欲缺乏 遭为难逢贤祖 经过这一大段落与神诚实无为的对话以后 变成了随时随在的耶利米都已经可以靠着那 加给他力量的神 凡事都能做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与神的对话是怎样的呢 是大量的还是少量的 甚至是微量的呢 是一天接着一天的 还是一天打鱼三天晒晚 甚至是一铺十寒的呢 我们可以省思自己的观景 耶利米说 耶和华万君之神啊 我得着你的话就把他们吃了 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 愿神闪赐我们 那以神的话为甘甜的饥饿胃口 使我们非有神的话 绝不饱足的偏食体质 也就是偏食神的话 最后让把神的话 当作食物再吃 并大量与神对话的耶利米 领我们进入 他是如何大开属灵胃口的 一起来阅读15到17章 耶利米书第十五章 耶和华对我说 虽有摩西和撒姆尔 站在我面前带囚 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 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 叫他们去吧 他们问你说 我们往哪里去呢 你便告诉他们 耶和华如此说 定为死亡的必至死亡 定为刀杀的必焦刀杀 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 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 我命定四样害他们 就是刀剑杀戮 狗类撕裂 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 吞吃毁灭 又逼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 抛来抛去 都因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 马拿西 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 耶路撒冷啊 谁可怜你呢 谁为你悲伤呢 谁转身问你的安呢 你体决了我 转身退后 因此我伸手攻击你 毁坏你 我后悔甚不耐烦 我在境内各城门口 用破解 剥了我的百姓 使他们丧掉儿女 我毁灭他们 他们仍不转离所行的道 他们的寡妇 在我面前逼害杀更多 我是灭命的武坚来 攻击少年人的母亲 使痛苦惊吓 忽然临到她身上 生过妻子的妇人 力衰弃绝 尚在白昼日头忽落 她爆亏蒙羞 其余的人 我必在他们敌人跟前 交与刀剑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的母亲啊 我有货了 因你生我 作为遍地相争相近的人 我素来没有借贷于人 人也没有借贷于我 人人却都咒骂我 耶和华说 我必要兼顾你 使你得好处 灾祸苦难临到的时候 我必要使仇敌 央求你 人岂能将铜与铁 就是北方的铁 折断你 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 所犯的一切罪 把你的货物财宝当掠物 白白地交给仇敌 我也必使仇敌 带着掠物到你所不认识的地区 因我怒中起的火 要将你们焚烧 耶和华 你是知道的 求你纪念我 眷顾我 想逼迫我的人 为我报仇 不要向他们忍怒取我的命 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 受了凌辱 耶和华万君之神啊 我得着你的言语 就当食物吃了 你的言语 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 我没有坐在 艳乐人的会中 也没有欢乐 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 因你使我满心愤恨 我的痛苦 为何长久不止呢 我的伤痕 为何无法医治 不能痊愈呢 难道你带我有鬼诈 像流干的河道吗 耶和华如此说 你若归回 我就将你再带来 使你站在我面前 你若将宝贵的 和下贱的分别出来 你就可以当作我的狗 他们必归向你 你却不可归向他们 我必使你向着百姓 成为坚固的铜墙 他们必攻击你 却不能胜你 因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要拯救你 搭救了 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 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 第十六章 耶和华的话 又临到我说 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 生儿养女 因为论到在这地方 所生的儿女 又论到在这国中 生养他们的父母 耶和华如此说 他们必死得甚苦 无人哀哭 必不得葬埋 必在地上向粪土 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 他们的尸首 必给空中的飞鸟 和地上的野兽 做植物 耶和华如此说 不要进入丧家 不要去哀哭 也不要为他们悲伤 因我已将我的平安 慈爱怜悯 从这百姓夺去了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连大带小 都必在这地死亡 不得葬埋 人必不为他们哀哭 不用刀划身 也不使头光秃 他们有丧事 人必不为他们剥饼 因死人安慰他们 他们丧父丧母 人也不给他们一杯酒 安慰他们 你不可进入 艳乐的家 与他们同坐吃喝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们还活着的日子 在你们眼前 我必是欢喜和快乐的声音 新郎和新父的声音 从这地方窒息了 你将这一切的话 指示这百姓 他们问你 他们问你说 耶和华为什么说 要将这大灾祸攻击我们呢 我们有什么罪孽呢 我们向耶和华 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 你就对他们说 耶和华说 因为你们列祖离弃我 随从别神 侍奉敬拜 不遵守我的律法 而且你们行恶 比你们列祖更甚 因为个人 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 甚至不听从我 所以我必将你们 从这地赶出 只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 素不认识的地 你们在那里 必昼夜侍奉别人 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人必不再指着那林以色列人 从埃及地上来之 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却要指着那林以色列人 从北方之地 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 知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并且我要令他们再入 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耶和华说 我要照许多打鱼的 把以色列人打上来 然后我要照许多打猎的 从各山上 各钢上 各石穴中 猎取他们 因我的眼目 查看他们的一切行为 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 他们的罪孽 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 我先要加倍报应 他们的罪孽和罪恶 因为他们用可憎之诗 玷污我的地图 又用可厌之物 充满我的产业 耶和华 你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保障 在苦难之日 是我的避难所 列国人必从地级 来到你这里说 我们列祖所承受的 不过是虚假 是虚空无益之物 人岂可为自己制造神呢 其实这不是神 我要使他们知道 就是这一次 使他们知道 我的手和我的能力 他们就知道 我的名 是耶和华了 第十七章 尤大的罪是用铁笔 用金刚钻记录的 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 和坛脚上 他们的儿女 纪念他们高纲上 清脆树旁的坛和木偶 我田野的山呢 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 所犯的罪 把你的货物 财宝 并秋坛当略物 交给仇敌 并且你因自己的罪 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 我也必使你在 你所不认识的地上 服侍你的仇敌 因为你使我怒中起火 直烧到永远 耶和华如此说 倚靠人血肉的绑壁 心中离弃耶和华的 那人有祸了 因他避向沙漠的杜松 不见福乐来到 只要驻旷野干旱之处 无人居住的简地 依靠耶和华 以耶和华为可靠的 那人有福了 他必像树栽于水旁 在河边扎根 炎热来到 并不惧怕 叶子仍必清脆 在干旱之年 毫无挂虑 而且结果不止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适透呢 我耶和华是见察人心 事业人肺腑的 要照个人所行的 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 那不按正道得财的 好像这股 保不是自己下的蛋 到了中年 那财都必离开他 他终究成为鱼丸人 我们的圣索是荣耀的宝座 从太初安置在高处 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 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 离开我的 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 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 耶和华 求你医治我 我便痊愈 拯救我 我便得救 因你是我所赞美的 他们对我说 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 叫这话应验吧 至于我 至于我 那跟从你做牧人的职份 我并没有急忙离弃 也没有想那灾殃的日子 这是你知道的 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面前 不要使我因你惊恐 当灾祸的日子 你是我的避难所 若那些逼迫我的蒙羞 却不要使我蒙羞 使他们惊慌 却不要使我惊慌 使灾祸的日子临到他们 以加倍地毁坏 毁坏他们 耶和华对我如此说 你去站在平民的门口 就是犹大君王出入的门 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门口 对他们说 你们这犹大君王和犹大众人 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 凡从这些门进入的 都当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谨慎 不要在安息日 担什么担子 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 也不要在安息日 从家中担出担子去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 正如我所吩咐你们列祖的 他们却不听从 不测而听 竟映着镜像 不听不受教训 耶和华说 你们若留意听从我 在安息日不单什么担子 进入这城的各门 只以安息日为圣日 在那日 无论何功都不做 那时 就有座大卫宝座的 君王和首领 他们与犹大人 并耶路撒冷的居民 或坐车 或骑马 进入这城的各门 而且 这城 必存到永远 也必有人从犹大成义 和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 从遍崖敏地 高原 山地 并南地而来 都带凡记 平安记 宿记 和入乡 并感谢记 到耶和华的殿去 你们若不听从我 不以安息日为圣日 仍在安息日担担子 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 我必在各门中点火 这火 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 不能洗面 不洗澡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